本期教程我将教大家 snapsy的五个实用操作技巧 快速提升你的手机修图效率 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你 千万不要错过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影像派 我是阿文 提到snapsy这款app 对大多数摄影爱好者的人 想必都是非常熟悉 snapsy是一款非常优秀的 而且是功能非常强大的 图片编辑app 它凭借它的强大的功能 和友好的交互界面 使它成为了许多摄影爱好者 手机里面的标配的修图app 今天我将教大家snapsy的五个实用技巧 分别是第一个曲线变反向 第二个自制滤镜 第三个简结构柔化 第四个是反向选取 还有第五个利用吸管工具 快速校正排平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曲线变反向 曲线变反向主要应用场景就是 当我们需要给一些图片添加白色字体的时候 就会常常使用得到 如果你看过我上一期的教程 你一定会很熟悉 就是我们平时在修图的时候 经常会使用到曲线 进行拉曲线 增强它的对比度 其实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就是反向 曲线也可以变成反向工具 下面我们来在手机上操作演示一遍 好我们来到手机上 我们打开snapc 为了更好的展示效果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使用横屏模式 snapc也是支持横屏模式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下面我们打开一张素材 我们打开了这张字体相片 右手边铅笔的位置就是进入了主菜单 我们点开曲线 平时在曲线这个界面 我们通常的操作都是三点拉曲线 高光部分 中间部分 还有低色阶部分 拉曲线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也是平时会比较少使用 我们先将它还原 点开曲线工具 将高色阶的顶点拉到最低 它就变成全黑 将低色阶的顶点拉到左侧的最高点 就变成了反向 然后我们点勾 此时我们就获得了一个背景为黑色 字体为白色的一张素材 这个操作的主要应用场景 我在上一期教程已经讲过 就是当我们需要给一些照片 添加一些白色的手写字体 系统自带就没必要 因为系统自带的字体 我们是可以修改颜色的 第二个技巧是自制滤镜 这里所说的自制滤镜 其实就是将你修图时候 所操作的每一个步骤 一键复制 然后应用到另外一张图片当中 这种操作技巧的主要应用场景就是 比如说你有几张图片 而且你所进行的操作都是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增加一点对比度和饱和度 或者是拉一点曲线之类的 这些基本的操作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一键复制的方式 快速将你上一张照片的所有的编辑的步骤和操作记录 复制到下一张图片当中 下面我在手机上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snapseed的使用技巧是自制滤镜 我们同样以这张字体素材为例 我们点右上角的返回图层 查看修改内容 就可以看到我刚才做过那些操作 从原图开始我做过旋转剪裁 然后二四剪裁 拉曲线 黑白处理 然后调整图片 所谓的自制滤镜就是说 假如我需要将这些操作的步骤复制到另外一张照片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点右上角的三个小圆点 然后复制就行了 打开另外一张 我们需要进行类似操作的素材图片 同样点右上角的返回图层 查看修改内容 右上角的三个小圆点 然后点插入 将我们刚才的所有的操作 一键迁移到这张图片当中 就类似于我们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小小的滤镜 这里所谓的滤镜其实就是将我们的历史操作记录 自信打包 然后复制 插入到另外一张图片当中 但是这种操作也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第一次在一张图片调整完之后 我们再导出就是右下角这个箭头这里 导出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是保存副本 这个保存的副本就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操作记录 而且这种操作记录在下次打开的时候都是可以一一还原和修改 它相当于Photoshop当中的保存成psd文件 点折保存副本我们看一下点折保存副本 然后我们再次打开这张图片看一下 然后点折右上方的返回图层查个修改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所做的每一部操作记录都还在 我们同样还可以修作为修改 每一部都可以修改 可以还原 假如我们这些操作不需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点箭头 然后删除就可以 这就是我所说的自制滤镜 或者也可以叫做一键迁移 接下来介绍第三个技巧 简结构柔化 简结构这个功能在snapsd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地隐蔽 也很少人会使用得到 一句话就是说 简结构就是让细节更少一些 简结构这个功能到底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有镜面反射的场景 比如说是湖面啊水面或者是镜面 还有或者是流动的云层之类的 这个时候简结构其实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我们可以通过简结构达到了柔化画面或是雾化的一种效果 我们在手机上拿一张照片来作为一个示范 现在我已经打开了这张海边拍摄的素材 点击这支小铅笔进入突出细节菜单 然后点击参数 第一个就是简结构 我们用手指向左便是简结构 向右便是加结构 当我们减去一些结构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水面还有天空这些区域都变得比较轻柔和朦胧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对比 这是简结构之前 这是简结构之后 但是这种简结构是一种全局应用 也就是说它是对画面的所有区域都进行简结构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那假如我只对这个海面进行简结构 它变得更加柔和一点 那应该怎么操作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点勾确定 然后点同样是点返回图层 查看修改内容 然后点击突出细节 这一步这个图层的左箭头 它会弹出三个按钮 中间这一个点击 就是画笔 打开这个画笔工具之后 其实我们就已经进入了图层蒙版的这个界面 假如我们要对水面进行简结构操作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只需要涂抹水面 点击下方突出细节 将将突出细节的值降至最低降为0 此时我们只需要点开右下方的这个小眼睛 涂抹我们所需要选取的区域即可 然后打钩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针对海面区域的柔化 这便是简结构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接下来是第四个技巧 反向选取 在snapsy当中它没有一个独立的菜单 也没有文字提示 它只是一个图标 反向选取它的主要应用场景就是 当我们需要应用蒙版的时候 尤其是需要对照片当中进行大面积应用蒙版 需要进行涂抹的时候 这个时候反向选取就变得很方便 我们只需要将画面中的一小部分进行涂抹 然后点击反向选取的按钮 然后就可以达到大面积的选取区域 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修图效率 我们一起在手机上看一下 我们同样以这幅照片为例 如果我们需要将天空和海水进行剪结构操作的话 其实我们在选取画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巧妙地利用反向选取这个功能 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的涂抹画面的时间 点击铅笔 突出细节 然后随便进行一个 随便滑动剪结构操作 然后打勾 然后返回图层 查看修改内容 进入画笔工具 点亮右下方的小眼睛 方便实时监控我们画笔涂抹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涂抹眼山 还有进出的沙滩 然后点击左下方的反向选取 然后将应用值调到最大 然后打勾 然后便完成了对天空还有海水的柔化处理 反向选取这个功能 在我们使用画笔 选取画面较大区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它 第五个使用技巧是用吸管快速 校正白平衡 当我们遇到一些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相机它测光 还有自动白平衡的原因 有时候未必会很准确的 还原当时场景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进行 白平衡的校正 而SnapC当中的这个吸管工具 它对于快速校正排平衡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我们通过调整色温来校正排平衡 当然也可以 但是它可能会比较慢 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色温值 而用吸管工具则是非常的直观 是操作非常的简便 我们只需要点着吸管 放在画面偏中灰 或者是纯白的区域 就可以达到校正白平衡的目的 同样我们在手机上来进行操作演示一遍 我们看到这张素材 由于它的背景是大面积的绿色 从而导致拍出来的橙子的表面颜色 也从橙色略带绿色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校正白平衡的话 我们通常的操作是点击白平衡 然后左向左或向右 加色温减色温 我们也可以进行自动白平衡 自动白平衡并不一定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 其实它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它右下方的这个吸管工具 我们先打插重新进入 点进白平衡 我们想要快速的校正白平衡的话 点吸管 选择下方的吸管工具 移动这个吸管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每一次移动这个吸管的附近这个小圆圈的颜色也在改变 其实这个圆圈上的颜色就是吸管所吸取的样本的色彩 只是把它放大显示给我们看 方便我们参考 我们每选取不同的色彩区域 整个画面的色温也在不断的改变 所以这种操作也就是非常的直观 如果我们想获得正确的白平衡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纯白或者是中灰的区域 假如我们将吸管放在一个偏灰色或者是纯白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橙子的色彩颜色也在由偏绿转为橙色 比较好的还原来它原来的色彩 而且这种操作也是非常的直观 我们可以打开另外一张素材来看一下 比如这张图片 假如我想将这张照片的色温调得再暖和一些 再偏暖一些 我们可以这样做 点击吸管 然后将吸管工具放到色彩偏冷的区域 比如说蓝天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当我们将吸管放在蓝天这个位置的时候 此时的色温就是会偏暖 色温就会高很多 整个画面也显得暖和很多 当然如果你想将色温较至稍微准确一点 想将自己拍出来相片 出现了太多的色彩偏差 我们可以将吸管放在有纯白色的区域 看到没有 当我们将吸管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此时获得的白平衡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这就是白平衡的吸管工具的妙用所在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snapc的五个使用技巧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个是曲线变反向 第二个是自制滤镜 第三个是剪结构柔化 第四个是反向选取 第五个是用吸管工具 快速校正白平衡 掌握这五个snapc的小技巧 可以快速的提升你在手机上的修图效率 不知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为我点赞分享 关注影像派 一起感受影像的魅力与精彩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